这个家庭教会一直受打压 从来就没有说宽松过 应该说应该说十九大之后 实际上应该是我体会是从2014年之后 以前打压呢只打压家庭教会 对这个官方的教会呢基本上不打压 应该说是官方的教会呢是它的依靠对象 但是从2014年之后呢不仅打压家庭教会 也打压官方的教会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浙江拆一些教堂 拆教堂的十字架 您像浙江它拆了将近两千个教堂的十字架 这个很大面积了 而且这些教会应该大多数都是官方的教会 这就是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只打压家庭教会 现在等于都打压了 好的 当年您说第三种 对未来怎么看 对对未来怎么看 打压越重我们会坚持下来 不管是经过多么样的打压 我们都会坚持 因为过去在九年代 比现在打压厉害多了 我们都坚持下来